中美贸易战造成中国内需走缓 经济成长放缓 进而导致成衣厂投资有所延后 工业用缝纫机需求降温 缝纫机领组建大厂强性 在中国具有高市战略 感受到中国景气平淡 多少压抑营收表现 为了拓展营运动能 因应自动化浪潮 以及近年成衣业逐渐由中国移往东南亚 强性未来将在自动化产品 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上 寻求成长动能 强性近年营收获利表现稳健成长 凭借的是逐步建立起一贯化厂的规模 能掌控品质 确保产品交期 逐渐打响口碑 受到知名大厂的青睐 主要客户包括全球知名缝纫机原厂 包括重机、兄弟、高龄以及捷克等等 接单表现相对稳定 另外产品线也逐渐从刀具类的单品 延伸到真卫组组件 自动化妆制等整合性产品 拓展营运表现 产品是在中国大陆已经设厂26年 这过程中我们培育了非常多的人才 我们公司的员工 大部分都是公司的老员工 他们经历了非常多的经验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机会 这么多的人才在未来的成长 是对基电影我们做自动化 做机密零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抓手 一家公司它要从材料加工制程 要整个制程要独立完成 是比较困难的 材料公司整个上线 我们有能力从材料到整个产品出来 我们都有一系列的整个制程完善制程 我想这是我们材料公司比较有力的竞争的地方 今年及明年应该是一个服务机它市场的一个底股 我们认为明年后年应该就会持续去 去有一个比较好的成长 对于我们服务机的零件及机器 我们同行业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区隔 一般性的同行 他会还是从事于传统的零件或是工具的制造 但是从中会有很多突出者 他会从事于比较高端的或自动化的产品的开发 我相信这个是什么 是他们有比较大的区隔 在区隔的过程之中 市场的竞争之中 自然会有的会脱营而出 有的会怎么 可能会随着实弹 他什么就是进行该有的这些淘汰 强性近年站稳刀具类产品市场之后 切入制程设备改造领域 开发自动化装置设备 每年出货量高速成长 强性认为虽然景气不佳 但乘衣厂为了提升生产效率 必须添购自动化设备 加上熟练的功能越来越少 自动化装置跟平台建制越来越重要 陈一厂未来在自动化的投资只会越来越多 中国大陆有13亿人口 人海政策是中国大陆的现状 但是随着整个全世界 及中国大陆他们的进步 人工的成长 还有就是对工人 不大愿意接受太严格的这种训练的未来趋势 所以说熟练机的制造以及衣服的缝纫的话呢 的人力是人力的成本越越高 还有就是对于员工的培训的技能要求 也是蛮难打赏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所以说终端他们对于制作化的需求是越越大 对傻瓜性的缝纫要求越有要求 所以苛求到说一台机器你制造出来之后呢 所以你不需要人工操作 但是呢衣服的制造是它的难度 促成强硬公司要研发比较尖端的产品 是我们的未来的使命 强硬公司通过26年的发展 在我们在服务机的刀具上面 组件上面 是我们的制造的一个非常非常有 比较好的产品有利的地方 要知道一个产品要做得好 它的加工精度及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拿我们有利的产品 我们产品的精度及我们的使用特性 来做什么做组件做装置 所以说我们产品的稳定性 耐用度精细度 我认为是什么 是得到客户的非常非常满意的地方 进而我们会在电供方面 我们在做足够的发展 透过机电整合上面 会将我们产品做什么 做得越好 来达到客户要求 强性目前销售市场以中国为大中 占接近八成之多 在贸易战氛围之下 中国营收比重的高低 也与营运压力形成正比 近年来中国工资逐年增加 许多成衣厂从中国转移至海外 强性也因应趋势加强海外市场布局 并预期外销市场将会成为 后续营运成长的重要动力 东南亚的成衣在这两年中是蓬勃发展 例如越南 例如孟加拉 印度 这些东南国家是他们的成衣是越来越发达 所以说呢 这几年的话呢 在这几个国家的制衣厂也越越多 强性公司也会往东南亚地区 努力地去开发该市场 我们的布局会在东南亚 强化于我们的市场或是我们的代商 趁机我们会设定办事处 在东南亚的地方来做更深化的 以那个什么营运及销售 那我们更会将中国大陆的市场 因为大陆市场还是很大市场 但是呢 人工的工资高涨 所以说我们会来努力 以我们的产品的精细度 及自动化的推广 强性今年受到中国景气平淡影响 全年营运表现力拼持稳去年 展望明年 强性指出 下游客户认为 景气至明年下半年才会回温 不过强性积极拓展外销市场 加上自动化装置新产品推出加持之下 明年营运表现有望回温